今天來拆一下E9的GT43的門板 因為要拆它的這個後視鏡的座 把手的上緣它這邊有一個蓋子 把這個蓋子拆掉 它這蓋子蠻緊的喔 要稍微出點力 蓋子就直接退出來 拆掉之後它這裡一顆 裡面這裡一顆 它總共就兩顆螺 這邊它有一個 這個不是螺絲 這個類似一個卡扣 它這扣子用這種內六角八咪的喔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電門板拆掉了 它都是直的退出來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扣子 這顆蠻緊的 這個也拿起來 它這個扣子很大顆 它這個比較緊 它這顆是那個氣囊 氣囊的線 把可以看到的線把它拆掉就好 這線也不用特別去記 因為它的兩個形狀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都有防袋裝置 你插不對孔它是插不進去的 然後門板就下來了 剛前面的這個扣子 就是腰內六角去轉動它 去把它鬆掉 接下來我們要拆那個靜座螺絲 它靜座螺絲剛好 剛好被這個喇叭擋住 所以這個喇叭要拆掉 防水的這個球鈴拆掉 它就剛好三支螺絲 再用八號的套筒 它這個很深 這個可能有將近十公分的距離 所以你在拆的時候 很容易那個螺絲不小心會掉進去 如果掉進去 你要去拆這個面板就很麻煩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它的前端你就把它塞黏土 這樣後視鏡就可以拿下來 但是它這邊有線 這一整組就是後視鏡的 它 它的一些摺疊的方向真的有一個功能 這個是要拿下來的 有幾點要注意 每台車不一樣 不是說每台車都一定要降玻璃 因為有的是降玻璃它剛好會擋住 有的是你伸上去它會擋住 這每台車不一樣 那這一台是要降玻璃 它都是孔才會露出來 因為裝回去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它這裡有一根柱子 然後先往裡面塞 一定是要超過這根柱子 它這個是玻璃升降的軌道的邊緣 所以你沒有超過這個線 如果你是從這邊走 玻璃升降會去擋到 如果你沒注意到 有可能到時候玻璃破掉什麼的 那剩下就按原本的步驟把它裝回去就好了